欢迎收听华娟乱谈时间 我非常喜欢乱谈 我也喜欢乱走乱逛 可能乱谈的能力是因为乱走乱逛的关系 什么叫乱走乱逛 就是因为我从比较年纪还小的时候 就抱着要到远方去旅行的梦 后来呢我就自己的 真的是逐梦踏实的就实现了我自己的愿望 那么这个愿望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在我出了一张自己创作的专辑之后 然后很感谢这张创作的专辑呢 就没有卖钱 然后公司就说 就说没有卖钱的专辑现在怎么办呢 然后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给我一些次取费 我们就不要再想起这张专辑就好了 然后把这张专辑的次取费呢 我就拿来当成旅费 然后自己买了机票 然后自己一个人出发去旅行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网际网络 也没有很多像什么寂寞星球啦 这种旅行的书 那我就是一直不停地去找资料啊 然后去读一些书啊 然后去就是托朋友 买一些国外的 国外的原文的书籍啊 然后搜集好的资料之后 我就开始去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是一件很 非常非常刺激 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啊 那加上我虽然人又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所以呢 去自助旅行对我来讲 真的是很享受的事情 因为每天可以听到不同的故事 可以听到 不同的人生的经历 也可以去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 所以我从来没有把 就是去旅行很可怕的这个念头 放在我脑子里面 因为我只有想到说 嘿我可以去听到很多不同的人讲的故事 真的很好玩 而且确实啊 我是相信是 如果你怎么样去想一件事情 它真的有时候会就会心想事成 就会怎么发生 我确实也在旅行 当中遇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人 那刚开始旅行的时候 就19岁多20岁 然后就一个人就背着大的这个包包 就是那个登山背包 然后就跑到欧洲来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对我来讲 好像没有什么太困难的 因为我这个人 睡火车上也可以啊 然后睡公园的椅子也可以啊 因为欧洲夏天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也不会说冻着啊 然后我就能吃也吃得很随心 也喜欢去试一些新的食物 看到人家吃什么就跟人家吃什么 这样子 所以呢 也觉得很 好像还是蛮顺利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在旅行上 一直都是蛮好运的 也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 也在旅行里面遇到了 我现在的老公 也就是老德先生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那我就一个发现 就是旅行真的会让人的 这个思考变得比较灵活 那在我的方面 就是变得比较喜欢乱讲 因为 因为你遇到的人比较多嘛 然后遇到人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会看那个人说 你从哪里来的啊 然后你家 你的家乡有一些什么 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旅行啊 然后就乱讲的能力 就会被培养出来 一旦你能够跟人家乱讲的时候 其实你的 你的整个身体 你整个身体的这一些 感觉啊 你有很多很多很多 以前在家里 或是只有在 在家乡住 住着 没有出去旅行的那种 就真的是完全 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 我很喜欢鼓励 鼓励人出去旅行 尤其是年轻的人 虽然我 我总是会被 年轻人的父母骂说 哎 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呢 小孩子一个人 带着背包 背着背包去旅行 你知道他才几岁吗 他才25岁耶 你知道 然后我就想说 25岁 25岁 因为自助旅行来讲 在国外是蛮老的 25岁 因为26岁都没有办法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很多 像什么 一些旅行的这种优惠啊 在26岁以下比较多 所以旅行是 必须要 你真的要争取时间 年轻的时候去旅行 因为你会遇到比较多年轻的人 然后他们玩的这个地方啦 或是思考方面 都是比较 都是比较有活力的啊 那如果年纪比较大旅行的话 可能就是 玩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那我 我现在经历了两种啊 我是觉得 还是要年轻的时候旅行是 真的很有意思啊 然后回到 回到这样也可以慢慢沉淀 然后沉淀之后 你可以回想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丰富你的人生 因为人生 对年轻人讲 人生是很长的 如果他在很长的人生的路上 他们有一些很丰富的经历 或是一些很 很有色彩的回忆啊 我觉得 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 当然这是一种乱想 但是我自己有去实现过 所以就 就还是蛮鼓励大家 就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旅行 因为希望所有的父母啊 如果你的小孩 有兴趣去旅行的话 你不放心 你就跟他一起去 然后呢 训练他 或是训练自己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一个独立的性格 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 不只是生活 生命里面啊 都是一种很坚强的来源 如果说今天我 我这个老德先生讲说 啊 你现在就不听我的话 我把你丢掉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丢掉 那我要找一个方法 看要去哪个地方 要怎么样去回家 跑回娘家 对不对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 这个就不会威胁到我 那当然啦 我这个人是比较 有时候乱来的性格 是蛮强烈的 对不起 所以我是觉得旅行的事情是很好玩的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己去自主旅行 尤其是 尤其是现在欧洲慢慢就是已经开始 不用像我们以前一样这么的辛苦的 要每一个国家去申请签证 现在的欧盟只要一个签证 或者是说你根本不需要申请 然后好像还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必须要有财力证明啊 来回机票啊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个自主旅行者 必须要具备的 所以就是准备一下 如果在机场 如果他们需要看的话 也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证明 就是我身上还是要回家 我是来这边旅行而已 那已经比我 我以前旅行的时候 要非常的就是 要简便了许多 所以如果有这么简便的事情 我觉得那何不就赶快到欧洲来旅行啊 自主旅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背包永远是 永远是在20到25公斤之间 我自己也差不多只有50公斤左右 51公斤那时候 那可是我的背包就25公斤 我很庆幸到现在 我的膝盖都还没有很痛 不过那种背背包 你背久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很多的能量 会跑出来 那这个能量一定要旅过行 要自助旅行的人才会了解 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不是跟你去什么巴厘岛 去那边背着小背包 然后做SPA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背着很重的背包 然后三餐必须要自己打理 衣服要自己洗 或是你根本就没机会洗 因为你接下来 你排好的行程 快要赶不及了 或你在哪里待了两天 你觉得说 哇这个地方不好玩 我要接下来要去 要提早去哪里玩 然后这行程全部被自己打乱掉的时候 那种整个人的身体 跟你的脑子 真的是又人生的这种那种感觉 又开始重组 那这种重组的感觉就是成长 如果没有这种重组的感觉 你的成长啊 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就是自助旅行为什么这么好玩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我现在回想起来 比如说我自己很孤单的时候 坐长城的火车 然后去到一个根本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 然后去那边遇到了很多的人 完全陌生 然后开始乱谈 就是有时候会跟一群的这个年轻人坐在一起 然后就彻夜的乱谈 乱讲乱聊 然后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想法都不一样 然后成长的背景不一样 旅行的原因都不一样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又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生 那在这样子的这种 整个人生经历的这种重组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 你就变得比较包容 你就变得比较 能够有能力从别人的角度 去看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妙的感觉 这完全真的是对一个 没有旅行过 或者自助旅行过来讲 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因为没有自助过旅行过的人 那可能生活就比较 就是他没有经历过一个很短期的 很爆发性的乱七八糟 他可能就是比较规律的 有一些人就是一辈子上班 我觉得那样也很好 那他很幸运 没有碰到一些比较 需要人生充足的事情 他的生活就比较中庸 那像我们这种比较乱谈的人 他就是希望往外跑 然后去自己帮助自己 然后去做一段长城的旅行 我很早开始这样的旅行 我一直到现在 我也希望就是说 这样子旅行不要停止 因为就像马克图文讲 就是说 人如果有狂妄自大的病 唯一的能够对症下药的良药 就是旅行 你发现如果一个人 开始狂妄了 开始自大了 开始有这种大头症了 那他对他来讲 旅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药方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一定要什么失恋的 才去旅行 一定要失业的才去旅行 一定要没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我才去旅行 或许我人真的很失落的时候 我才去旅行 其实我开始旅行 就是因为唱片不卖 唱片不卖的时候 反正我也没有第二章 然后呢 但是我有一段旅行 在我的眼前 我可以自己去把它实现 而且这也就是 一直是我的梦 那我反而现在想起来 会觉得说 那时候的一个很小的 失败的经验 却是让我今天可以有 很有趣的 就是投身到一段 这个旅行里头去 然后改变了整个 重组了整个我的思考方式 还有我看世界的方式 还有我这个 对生命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说 自助旅行会不会很辛苦啊 像有一些女生 就是去自助旅行 还有带五大箱 这种保养品啊 然后在飞机上 还要开始保养 敷面膜啊 或者说 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因为我 我想过的事情就是 我要到达那个目的地 然后我要去认识那个地方 然后要去跟很多很多的人聊天 我要我要去去知道 很多很多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还有一些很异乡的 很异地的一些事情 我担心的 就是说我没办法去旅行 那有一些人就比较担心 哇我去旅行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粉底 才能防晒 我要用怎么样的 我要自己带枕头 因为那时候你看25公斤 所有的衣服 所有的证件 所有的吃的东西 全部都在一个背包里面 所以你真的要 要开始精简你的背包的时候 你会先想到丢走哪一些东西 然后要带哪一些东西 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生活训练 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 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 变成我们的包袱 就是说这个我也 我这是我的必须瓶 那是我的必须瓶 可是在你一个人 必须要背25公斤背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东西 真的不是必须瓶 而是必须被丢掉的东西 所以一个旅行 可以教给我们很多的事情 在下一段节目回来 我再告诉大家 就是我写了一本小说 这个小说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 他就是在讲一个女孩子 旅行的经过 那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 待会再跟大家聊 你来到 你吃乎 我 这一点 是 有没有 你